花连连日炎热高温终于天降干凌 周一起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 周二周三各地都会有局部短暂震雨或者是雷震雨 那么接下来的天气状况又是如何 记者邦彦告诉大家 花冬连日的炎热高温终于迎来降雨 气象局表示周一起受到低压带影响 周二周三各地都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 其中东南部河山区有局部大雨几率 提醒民众出门记得吃带雨具 二号三号整个低压带大概还在台湾的上边 还在东边也在台湾的上空 然后三号以后四号的时候 这个低压带就会移开了 然后从四号下午或是四号下午以后 开始从五号六号七号八号 整个低压就离开了台湾 然后太平洋高压有一点增强的情形 然后在南海有低压发展 但是那个低压对我们花莲来说影响不是很大 所以未来这一周就从二号开始 大概就是二号三号雨势会比较大一点点 四号的时候开始 花莲的雨势大概就减弱了 从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 整个都是一个比较晴朗 然后我们刚才也看到了高压稍微有一点 往西边伸进来一点情形 所以整个还是比较 这一周的天气温度还是比较高 然后在山区还是有五号一些地方 是有五号雷震雨或是震雨的一个情形 随着低压带及水气逐渐往西移动 华东周四降雨范围时间都会逐渐趋缓 不过五号山区仍要留意较大的局部雨势 到了周五又将回到典型夏季天气形态 提醒安排周末出流民众做好防晒补充水分 记得长方眼和理事报导